接下来请韩国瑜先生回答 时间三分半 谁说我不重视文化的 谁说我不重视文创 就是因为我过去卖菜嘛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当然文创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可以做一个产业链 我记得在杜兰朵公主表演的时候 有一天 在云林县的乡下 天上下的大雨 没有人看好 结果草皮上密密麻麻 是整个台湾经济所得最低的 所以在任何一个社会 任何一个角落 任何一个社区 都有一群热爱文化的人 我的界定是如此 魏武营怎么经营 高雄文化事业将来怎么发展 这当然要任命一个文化局局长 但是我一定会任用一位 英文非常好的文化局局长 因为为什么 我们在推销整个文化 不管是内 或者对外的时候 我们的英文非常的重要 我希望未来 韩国如果当高雄市市长 这个文化局局长 本身英文能力要非常强 而且他一定要重视文化的产业 您刚刚讲的都是硬体 我觉得在软体这一块 更重要 不管是有美轮美奂的魏武营区 可是我们现在发现 很多电影电视的制作的后制 这个钱都被泰国人曼谷赚走 台湾人应该赚到这条钱 我们没赚到 因为很多人不愿意 把电影的后制放到台湾 所以未来如果当高雄市市长 这条钱我们一定要赚 再来你也很重视的电竞 现在电竞将来在青澳的时候 甚至有金牌奖 电竞已经不是光电动玩具的 它事实上还有创意跟体力 这些也都是属于可以在文创这一块 所以文化本身有纯文化 但是文化纯文化之外 我希望能够打造文创产业链 我再上次强调一遍 我觉得产业链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是我对高雄市未来文化的看法 另外高雄未来一定要走向国际 走向海洋 我希望在高雄未来 如果当高雄市市长 不是光在学校要中英文双语教育 不是说在街上的所有的看板 全部要中英文 不是光仅仅如此 整个在文化的交流上 文化的推广上 我都希望能够有中英文 像这样子一个 作为推动的一个工具 至于要怎么做 我相信文化局局长 如果我们任用的话 很有丰富的内涵 他能够把高雄市好的文化引进来 高雄市本身五大文化 原住民 客家 新住民 闽南 还有眷村外省 我们本身五大文化的要素 也非常重要的单位 好不好 谢谢 好的 韩先生您目前还有 而且非常的痛苦 不管是游览车 不管是欧麦 现在问题来了 为什么 陈兴迈委员 我觉得您当上高雄市市长 光就要光光 医疗光光元素 我一直不停地加五大文化的元素 以及美食怎么办 你要怎么样振兴观光业 人不进来 你要怎么振兴 好的 谢谢韩国瑜先生 接下来请陈其迈先生 进行回答 时间三分半 心中有为强的是韩国瑜朱卫宁 你认为 只有中国的观光客 才能够解决高雄观光发展的一个问题 我们当然欢迎所有不同国家的旅客 不管是国内外 或者是这个东南亚 欧洲 甚至是中国大陆的旅客 只要来我们高雄旅游 我们都节省的欢迎 所以不要去预设立场 或者是在你之前接受专访所提到的 所谓的一定要有一个政治前提 那这个枷锁才能够打开 高雄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热情的海洋城市 我们欢迎所有的人来到高雄 但是假如像韩国瑜朱卫你所提到的 你把高雄形容成糟蹋成说 高雄又老又穷 你当市长 你怎么去外面 让更多的观光客 说服他们能够来到高雄观光呢 你这种唱衰高雄 糟蹋高雄的做法 不是作为一个 推动观光的一个反宣传吗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主委 你的又老又从 走到台南也讲 走到嘉义也讲 你走到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你戴着蓝色的眼镜 在看所有的台湾 我相信你这种说法 并不是一个公平的一种做法 我告诉你 我们高雄去年 一年的 我们带我们高雄住宿的旅客 是138万 是台中加上桃园的一个总和 我们虽然比不上台北的480万 但是我们高雄有好山好水啊 我们也有海空窗港啊 我们的游如母港 我们要加速新建啊 我们很多的这些 不管是未来亚洲新湾区 串联到我们大奇美地区 我刚刚所提到的 不管是我们的国道10号的新建 我们86号台86到奇山内门 这些都可以把我们整个高雄最美丽的风景 跟最有人情味的我们整个乡土民情 都能够整合一个具有台湾特色的一个观光据点啊 所以我们要门打开 欢迎所有的人进来 而不是在你的所谓的发展观光 还要有政治前提 这个我想高雄市民希望欢迎更多的观客来台湾 这个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想法 我认为发展观光 我们除了我们市长要当头号的推销人 我未来担任市长 我也会成立观光推动委员 我亲自担任召集人 我的宣传预算倍增 包括我们的讲著 我们这些旅行社游览车的业者 我们一定要大力的来帮助他们 不管是开拓国外的市场 或者是我们国内的一个旅游市场 我们就是要认真努力的打拼 让我们的城市机场 可以跟四小时以内的我们这些 亚洲的这些主要的这些城市 我们直接做连结 不管是姐妹市 不管是我们的观光的推动 这些都是我们要一步一脚印的去做 我相信推动观光 这个并没有蓝绿 更没有所谓的一个政治前提 更是大家 我想韩国瑜主委 不管是你当任市长 或我担任特色商圈 因为转移或者是电商 我们面临很多问题 所以我会成立地盘 我想我还是要先回应一下 我们韩国瑜主委 经济一百 那政治要零分 那我觉得说 你有什么资格 或者是一个社会 即使是政治性的即位游行 都应该要被尊重啊 那我们今天说 你市长最多任期 你两任也是八年啊 那我具体请教你 第3点 第一光光 我再说一遍 我在外整个高雄市 如果当高雄市长 对外的观光 我是没有围墙的 你倒过来说 我用政治 要前提 倒过来扣我的帽子 我完全不接受 我甚至说 为了卖高雄的农产品 我先澄清一下 第二个问题 500万 如何到达500万人口 我讲的 居然有人扭曲我的讲话 说韩国一当市长 开始算 10年之后 一年高雄要升多少人 根本就是个天文数字 好像我一当了高雄市市长以后 整个高雄市的男人 为了我每天拜托他们生孩子 每一个都肾脏要亏掉的样子 可能吗 你们怎么会这样扭曲我的讲话 更恶劣的 韩国一当的高雄市长 就要开始引进 中国共产党进到高雄 所以人口才会500万 怎么这些人抹黑水准 从来不提升的 我不要举深圳的 30万人经过40年 到了1000多万 我要倒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 高雄要不要国际化 第二 高雄要不要万商云集 全世界的商人 都来这里投资 来这里做生意 第三 高雄北漂的子弟 外漂的子弟 以及像50年前 屏东 澎湖 嘉义 台南 云林 都来到高雄 为什么 人往高处走 大家来高雄 找生活 赚钱 要不要 如果要 高雄人口为什么会不多 我讲的是很客气 根据联合国统计局的调查 联合国统计局调查 全世界人口70%左右 往都市集中 一千万人以上 才叫巨型都市 请问台湾有哪里有一千万 我在讲新北市 新北市就两千平方公里土地 我们高雄两千九 新北市有四百万人口 我们高雄才两百七十七万 我们为什么不能成长 反过来 你认为十年之后 高雄人口有多少 难道我们已经胆子越来越小了吗 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吗 所以我觉得高雄人口 如果在十年之后 可能户籍三百八四百 四百二四百五 都有可能 可是来这里的经商的 求学的 或者身体不好 来这里就医的 或者借用高雄的阳光的灿烂 来救养的 养老的 来旅游的 整个人口 为什么不会到五百万 这要经过可能经过三个市长 我讲这个是一个高雄的目标 全台湾只有高雄跟台中 才有可能做巨型城市 问题是现在高雄人口越来越少 台中人口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高雄要奋起直追 我才定这个目标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今天你陈其脉先生委员 你当了市长 你也要勇敢定这个目标 因为这是高雄未来的希望 我觉得我们这样子来分析 高雄人口将来成长 这样子来分析 是比较客观合理的 至于集会游行法 什么示威抗议的问题 因为时间关系我先不答 等一下我再回答 谢谢 好的 非常谢谢韩国瑜先生 接下来交叉解问第八题 请韩国瑜先生提问 时间一分半 我在这次选举最重要讲两句话 东西卖的数据人进得来 高雄发大财 在你们民进党成委员 你们在党内初选的时候 也只有赵天宁委员 勇敢地讲高雄深圳 将来要论坛 结果一打 马上缩回去 请问 大陆市场占我们40% 我们可以装的没看到 老死不想往来 可是哪一个高雄市长 能够放弃掉40%的市场呢 我们是不是脑袋有点问题 再来集会游戏法 我借这个机会给你回报一下 你一直说 我是独裁者 军国主义 2006年 我们在整个全台湾 红山军倒扁的时候 高雄市长代理人是谁 他有没有批准 因为你们永远两套标准 为什么高雄不批准 按照集会游戏 集会游戏法第四条是什么 你是立法委员 明文规定的是什么 你为什么不修这个法律 所以我一直讲 高雄政治零分 经济一百分 统都拜托 你们去台北政治中心 高雄受不了了 一定要冲经济 这是我苦口婆心 就管今天扣我帽子 另外一个 也只有赵婷婷委员有这个勇气 你现在漠视海峡两个市场 高雄人东西要怎么卖 就这样下去吧 我觉得你结这个婚 好像跟单亲妈妈有什么差别 就在今晚11点 麻辣天后传准时上 接下来请陈其迈先生回答 时间三分半 我想韩国瑜注意 你有点乱的方寸 那你把要问问题的时间 你用来回答你的问题 你把要回答问题的时间 你用来在 不然你刚刚讲的40%从哪里来 我们有很多的旅客到中国大陆 受专访所提到的 一定要九二共识 才能够把我们台湾的 这个通往全世界都很清楚说 我刚刚问你说 人口的问题 我当然有目标 我怎么有目标 你的策略 或者是你的方式 人要进来 就是承认九二共识 所以让我们经济发展 做得更好 你从来没有方法 石化业你也不了解 文创产业 你也是空洞了 好像大学生 在这个操了一些证件一样 怎么做 你都没有 什么具体的方法 你也没有 那你怎么为我们回到高雄呢 你的产业政策到底在哪里呢 好 干什么 亚洲是我们的希望 亚洲是我们的目标 为了冠軍 打拼烈烈 不怕更好 這一切都是有期待的 真心感動 真愛台灣 大人 要走一走就沒有 2007年人生最思遺的時候 看到天 no在罵髒話 要看著注意 加油... 真的說有一天可以... 再去一張唱片 明年就成軍十年就打算 人家萬人能千人用 千人追 今天晚上十列 金達跟班 你考入那個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我要讓自己休息 我吃了安眠藥 所以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只知道我隔天醒來的時候說 我的車子被燒掉了什麼樣 都不記得了 他還願意再走進禮堂 很厲害耶 哈林哥有問他 為什麼我這麼做了 他還要嫁給我 他只說 是 房子都沒問題 屬哪怕 辛苦人在那裡 都是 超好讓我給你